李師傅 你好 陸會長 你好 大姓碧卦 資訊講又來了 今次是第四集 是的 師傅 我想問你 你和你的師傅學習的時候 學習功夫的經驗 在你們練的時候 多數是集體練還是各個教授 我很少參加這些晚上行常班 因為人大多 我喜歡下午去 因為下午沒有很多師兄弟一起練 所以我很多時候提問時 師傅都有充足的時間回覆我的提問 那你晚上集體練的最多人是多少 我很誇張 幾十人最高峰小二百人 聽我師傅說 即是聽過而已 是的 不是很年輕 那你和師傅接到這麼久之後 師傅是甚麼人 或者你覺得他有甚麼令你的印象很深刻 其實我師傅上課是很嚴謹的 但是落堂之後 或者我們落堂喝茶 聊聊天 他有很風趣 他很多時候將我小時候跟師傅學功夫 過你橫皮的這些趣事和我們分享 即是和你很密切的關係 很密切的關係 師傅說你和陳秀宗師傅都有很久的師徒情 是 那那種關係如何圍在這麽多年 其實我跟師傅後都十幾年 那到後期我出去教功夫 始終都是新的 很多東西都不了解 遇到一些教學上的問題 或者一些人生上的問題 我不明白我都回去找師傅請教你 即是不單單是功夫上的 不單單是 人生或者有些問題都可以跟師傅溝通 因為師傅的人生連結比我多 那很多時候他都給我們一些意見 去處理一些人生問題 可能現在都比較難有這些問題 現在就很困難 現在學功夫的時間短 學十堂八堂都不回來 那你怎會跟他有甚麼溝通 你找他都不想 不是 那師傅我今天講到這裏了 我們現在將他練習了我們的招式網絡 好 好 師傅 我想問有甚麼其他壓腿的方法 其實有的 其實我們壓腿都是幫助我們踢腿 你踢腿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那今天我可以跟你講講 譬如我們踢內擺、外擺、旋風腿的時候 其實我們首先要斷斷我們的寬關節 例如你踢腿、左也這樣擺 或者將腳向外或者向外來打圈 甚至乎你想我再提升 你可以單腳提起 用手抬著腳面將它抽上來 停一段時間 十秒八秒 第一將我的腳有一個耐力拉近些 將肌肉拉近些 另一方法就是你穿腳的時候就可以訓練平衡 那我想問師傅 其實第四集裏面有三個招式可以串聯在一起 之前我說過 吐露動作是按照一個要求訓練運動員的 但招式裏面其實可以靈活運用的 剛才你說到我們第四集的三個招式 是絕對可以一起串聯的 譬如我們三個 我是一個一半 再另外一個加一半 我們可以隨意串聯的 例如我們一個招式的招式 我們之前就完成了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我們的連環招式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向前伸的 我們有一個在套路裡面有這樣的動作 就是這樣做的 然後再來,解釋一下你就同一手 我們一搭 我們有動作不是這樣打的 一搭之後呢 你的下半部弄給我了 我閃的時候呢 這樣就可以扭曲 用我的腳競爭向你的腰部 或者下半身做一個撞擊 這就是把我們三個招式串聯在一起運動的 這裏有處理什麼文件 我正在煩惱 因為我們的線納工作坊已經退了幾次 現在陸續續有些地方可以定時間 但現在未必有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應該是大家上網上看到的 我們這次的報名也是在網址上 沒錯 我們也在網址上 另外我們也有朋友跟我們說 工作坊可以加一些 這次我們線上的影響未有的 例如一些器械 你也要考慮一下 如果是可以的話 長地容許我們去交流 如果朋友提出這些問題 我們都可以樂意 根據長地容許 我們會帶一些簡單的 例如刀劍等等 去跟大家講一下器械的常識 或者交流也可以 其實我們主要是說 我們線上學習之後 希望我們過來到我們工作坊 先下體驗 效果最好 那就最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也看我們線上的傳電影片 總共參加我們的工作坊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我介紹的是另一個廢話的剪紙 但這個剪紙是特別的 因為這個剪紙是深圳一位剪紙大師 他是剪的作品 但他的剪紙作品 並不是我們看到平面的產物 而是他和酒廠結合 就是將他的剪紙放在酒的紀念板上 這個酒放在酒裡面 變成一個剪紙之後 他是做一個座燈 出來的效果就是 他收到這個酒的朋友 他覺得 我除了入這個朋友的酒 之外 還有這麼好的剪紙裝飾 其實是非常好 我們覺得 非為能夠 他的開始動發展 我們是應該能夠跟這個 餐業結合 來給他未來一個好的出路 多謝大家